哈喽大家好,我是Denis,洗车佬 就是所有关于洗车或者是 副理汽车的这个问题呢,问我就对了 然后最近就有很多人问我们啦 就是关于PPF还有这个Coding的这个问题 然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呢就是 你要怎样子清洗你的汽车了啦 不管你是用Coding或者是PPF呢 其实洗车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环节 然后我们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子快速轻易 然后又能保护你的汽车的车去受伤害的洗车方式 然后在我们马来西亚呢 就是平均家庭的水供的那个pressure呢 是在2到3个bar左右 所以你今天出去你家里外面的那个水喉呢 你开水,你拿着那个水败的水是这样子出的 虽然水出很多,可是它是没有那个压力在 很有效的去冲击那些表面上的那些无击 然后同时呢,它是非常耗水的 就是因为你没有pressure在你的手 还要这样子按住那个水败这样子来碰 不是很潇洒的一样子的事情 好,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个小帮手 它能省水有效的帮助你清洗你的汽车 然后还可以确保在整个清洗过程中 你保持潇洒 它就是Karture的K2050系列的 High Pressure Cleaner 这个是来自德国品牌的一个产品 它们拥有87年的历史 然后它这个产品是由Alfred Karcher 所研发的 所以这个牌子为什么叫Alfred Karcher 已经打了 然后呢,就是它们一开始 它们是focus在商用的这些产品 在过后呢,才慢慢变成就是家用型的这一个产品 然后它们产品系列有很多 然后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Karture K2050 是非常适合家用的这一个 High Pressure Cleaner 这个Karture K2050 它是外形非常的轻巧 然后就是非常适合家用 因为它轻巧,然后很容易就是把它收起来 然后在这个盒子里面呢,我们就拿出了这些物件啦 就是包括这一个Water Pump 啦 然后还有这一个玄阶那个水喉 就像我们家里原本用的那个水喉 你只是要连接在这一边 然后这一个呢,我们就可以插在 这一个水泵的后面 然后它就基本上连接了这个水的Input 然后呢,还有一支水枪 还有两个喷头 第一个喷头呢,就是这个Fan Jet Nozzle 这个Fan Jet Nozzle,它出来的水是比较平一些的 然后它是负责就是洗车 或者是表面比较脆弱的这一些Surface 啦 然后像墙壁啊,你也是可以用这一个来清洗 虽然它是比较温和的这一个水压 不过它能产生的这个水压呢 仍然高出我们家用的那个水喉 50倍这样多 然后呢,另外一个喷嘴呢,就是这个 Turbo Dirt Blaster 啦 这个Turbo Dirt Blaster 呢,它的这个水压呢 又高过这个Fan Jet 50% 所以这个Turbo Dirt Blaster 是负责清洗 就是像我们家里外面那些青苔啊 还是比较难洗的无忌的时候啊 你就用这一个喷嘴啦 然后这两个喷嘴呢 它们都有Pattern的Design了的啦 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洗车简单的五个步骤 首先我们当然要有不同的这一个布啦 第一条布呢,就是拿来清洗车身用的 第二条布呢,是拿来骂干车身用的 然后第三条布呢,是拿来清洗这一个Sport Rim 比较肮脏地方用的 这三条布,基本上都一定要分开来用 不要一起使用 第一个步骤呢,就是用清水 然后配上这一个Fan Jet的这个Norzer 然后把整辆车从上面到下面冲一轮先 最主要呢,就是要把就是已经 连在车身上面的这一个石头啊 那些砂粒啊,先清洗干净掉 不然如果砂粒连在你的车的那一个Pin的话呢 你的那一条布,这样子放上去 这样子转的话,就会产生这个梭了啦 就是好像蜘蛛网撞的那一个花纹 然后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有两种方式啦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先准备两个桶 第一个桶就放清水 然后第二个桶就是放清水加你们的洗车液 你们洗车液就根据你们洗车水的那一个 说明书来做一个搅拌啦 然后呢,你可以用这个干净的布 去用那个洗车液来骂车 可是骂了一个部分从顶,骂车顶了过后呢 这条布一定要过水一次 因为还是有一些机会 那些石头会连在这条布上面的 所以你先过一次水 尽量make sure它是没有石头粘在布上面的话 你才放在那一个参有洗车液的那个桶呢 才取那一边的那一个洗车液啦 然后可以继续骂窗口 然后再继续其他的一个部位 然后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把你的洗车液 擦一些水,然后再放在一个罐子里面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喉 然后伸进去的罐子里面 然后它在喷水的时候 它就会参这个洗车液 一起均匀的喷在你的车的上面了啦 然后喷了过后呢 你就允许一些时间 给那一个洗车液啊 慢慢就是跟车气表面上的污垢啊 先给它自己去溶一轮先 然后你们再用干净的布 从上面开始骂到车下面去 不过每骂一个部分 记得清洗一下这条布 不然的话 如果那个布上面有石头的话 你在洗下一个部分的话 它就会跟着走啊 然后确保不要用太大的力 按着那个surface再转 就是轻轻的这样子按下去 抹过去就好了的 然后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用清水 把整辆车就是从上面到下面 清洗一番 然后make sure就是 你的car全部呢 是没有留在你的汽车表 表面上面的 第四个步骤呢 就是找一条干净的 这个microfiber的这个布 然后同样的 从车顶开始 把那个车上面的水 骂干净它 这样子的话 就已经完成了 你的洗车的这个动作了啦 然后第五个步骤呢 就是登录这一个网址 然后在这个期限里面呢 以这一个promo code的话 你就能以448令吉的这个价格 购买到这两样产品 它是一个combo due来的 你节省高达100令吉 然后这一个呢 就是Carture的VCH2 这个Cordless的Vacuum 然后这个Vacuum呢 它是USB充电 然后它也给你多一个细嘴 如果是细carpet的话 你就用这样子来细 不然的话 你可以插入这一个细嘴呢 它是两样的 那些细缝的地方 你就这样子插进去来细 不然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这一个 它有一个刷的 你就可以来刷一下 然后才做一个Vacuum的动作啦 然后在这一个期限里面 所以Carture Malaysia的产品呢 都有 拥有20%的这个storewide discount 这两样产品呢 都有Carture Malaysia 一年的这个保夹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游会 大家手脚快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